会员的投资感 就是他们的参与感想 尤其是自己的会员 我想一下 如果一个团体 一个组织 没有会员交流的话 他能够继续操作下去吗? 不可能 就算我会员有一般的 有一千个 十年过后呢? 如果每一年都没有 会员进来的话 请问他能操作吗? 不可能 我再问你们一个问题 如果是谁负责去 照顾这些新会员 是谁 这个组织里面的团体 是谁负责照顾这些新会员 对 来 给一个掌声 无论你是干部 或是你是一个普通的会员 你就有这个折承去照顾一个新的会员 因为 有没有让一个新的会员 感受到 这个是一个很温馨的团体 我感觉到很难 像是我的家 他会投入 他会有个顾俗感 好 小弟这里有几个提议 希望跟大家一起分享一下 怎样让新会员 怎样让新会员 投入在一个团体里面 有存在里面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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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听的提议是 我们可以organize orientation 我相信每个新会员都经历过这个orientation 可以让新会员跟他了解到一个组织一个团体 他的运作 他的目的 他的精巧 还有最重要是他的价值 他的价值在哪里 你让那个会员想知道那个价值在哪里 他们才会投入吗 他们才知道我现在是会做什么 对吗 他们不知道做什么 他们不知道你做什么的话 对的话我要进来 好 第二个我要讲的就是 或许我们可以安排顾问 就是每一个新的会员都可以 有一个固定的顾问 让那个那个会 新的会员可以知道 我什么问题 我可以去问我 谁谁谁 我可以去问谁谁谁 而不是说他带一个 忙很无应的 我不能要问谁 那么第三个 我们也可以玩 时常注意会员的feedback 他们的feedback是很重要的 因为他对这个传织到底满不满意 我们可以通过他便会知道 第四个就是 training course 就像今天这样子 public speaking 或者怎样做个presenter 或者是激励营成长 这些都是让他们会 承转为一个有实力 或者是以后也能够做干顾的人 那么接下来 其实我还有很多很多的意见 就像 I suppose 让他们去呈现自己 让他们去表现自己 然后或者是安排对工作感觉 谢谢大家 monde 哈哈 ale 来 天